又到岁末年中了 上班族最重视的就是年终奖金好不好 尤其今年又有新冠病毒的疫情干扰 国泰经今天发布了12月的国民经济信心调查 结果就显示 有超过4成的民众是认为 今年的年终奖金恐怕不到一个月 比例是2014年以来的新高 可以看出大部分民众对年终奖金都不抱太大期待 不过公股金融业的年终行情好多了 其中赵峰银平均大约可以拿到7个月 是行库最高的水准 封测大厂日月光中立厂 今天也宣布要对每位基层员工 加码发放1万块钱的年终奖金 过去尾牙上抽大奖今年看不到 但赵峰金同样霸气将发出7个月年终 一银合库也上看6个月 至于台银土银则是要4.4个月 周遭附近的亲友听起来应该都不超过百年 应该听起来还不错 另一轮呈现的还有封测大厂日月光高雄厂 加码发每人1万元的年终 全面调薪3%到5% 最新消息是中立场也跟进 明年还要再增采1000人 而486团购不只有14个月的年薪 还有1000万元的分红 37位员工来分 平均一人有机会能够拿到27万元 就是有公布我们37位同仁的分红数字之外 然后还会有抽奖的活动 我们基本上都会有就像是电器啊 干衣机啊 除湿机啊 然后洗衣机啊 怎样大型的家电 如果你是小劳工年终不够多 来看看这一招抽股票 威风电子将在24号挂牌 每股承销价168元 如果以21号新贵收盘价318元来看 等于抽中就现赚15万元 还有利隆店 允墙 永固KY 光耀 抽中的投报率都在至少20% 一定会抽啊 因为会觉得说 我可能就是那个0.0几%那个人 其实十几万的话感觉还还不错 国泰基因最新调查 估计四成民众 估计今年自己的年终 在一个月以下 这可是七年来首见 老话一句 靠自己 可惜灾 东森采讯的徐雅筑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转发 ro vern